印尼新增14000多例 创下疫情以来最高单日记录 当局扩大防疫措施两周 限制办公室餐厅商场等场所内的人数 不得超过总容纳量的25% 马来西亚曲线连日下探 最新通报4611例 当地药品管理局已经核准 预计在8月就能够为12到17岁青少年 施打辉瑞疫苗 日本在时隔5天后 新增确诊数降到1000例以下 单日新增868人染疫 为加速疫苗接种进度 政府开始实施企业大学等职域接种 已经至少有1373万人登记接种 越南曲线持续回落 单日新增272例 不过疫情还没明显降温 经期当地的纺织厂再度停工 导致越南纺织品出口减少 重创当地经济支柱 南韩过去24小时新增395例 当地已经有超过29.1%的人口 完成疫苗接种 南韩当局指出 疫情已经获得稳定控制 将在7月1号开始松绑防疫限制措施 印度曲线大幅下移 最新通报39000多人确诊 是近三个月以来的新低 为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政府已经开放所有成年人 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美国最新通报9306例 曲线虽然微幅爬升 不过连日染疫死亡人数 都降到300例以下 同时疫苗接种计划又达到新里程碑 目前已经有超过1亿5000万人 完成疫苗接种 英国新增病例在前一天低于1万例 过去24小时再度破万 疫情反复升温 不过首相强生则表示 有信心7月19号英国就可以如期解封 法国疫情降温最新通报487例 创下自去年3月 疫情爆发以来新低点 随时政府逐步放宽防疫限制措施 当地夜店从7月9号开始 也可以重新营业 德国最新通报484例 新增确诊数创下9个多月来新低 疫苗护照上路10天以来 当局已经发放了 2230万份电子版疫苗护照 民众在欧盟成员国旅行时 出示电子版疫苗护照 就可以不用筛检 也不用隔离 西班牙最新通报2360人确诊 当地疫情大致平稳 不过有专家指出 Delta变种病毒的传染力强 西班牙恐怕在一个月内 会受到变种毒株的影响 导致确诊数再度回升